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宾宾居然在微博上说这样绝情的话,真的是太让人难过了,以及,都是媒体的错,对光景来说,飞节假日飞深夜十二点,什么锅我都背,今天,一网站爆出,爽妹已经另有心花,而且正在热烈,还放出了大量图片,两人共撑一把散,爽妹乖巧的依偎在男生怀里,爽妹拿着手机, 似乎在跟男生分享什么事情,男生也是认真的看着爽妹的手机,爽妹讲完语音,男生笑起来,爽妹一个转身,看着似乎是在往男生怀里转,这,分明就是热烈啊,两个人蔑蔑歪歪的,再低的分辨率都挡不住的甜蜜,而且男生并不是秘密的存在, 右边短发眼镜小姐姐是助理,爽妹团队似乎都知道她,其实是和众人走在一起,爽妹也始终玩着男生的胳膊,男生则一手插裤兜,一手举着伞,不过大半夜始终打伞,也不知道他们在挡什么鬼,发晒吗? 两人热恋到什么程度了,等个车都紧紧的靠在一起,一起摇摆白天也不撒手,勾勾手指头,然后再我再拦住你的肩膀,今晚,这位男生的身份也被曝光,正是这就是铁甲,的赛事总监张衡,其实除了今天的实锤合体照片,在前两天郑爽胡言斌一次复合的时间段,就已经有人爆料过郑爽和这位张衡是情侣, 还发过两人一起逛街的照片,照片中郑爽有书有笑,似乎非常开心,蓝房紧跟在身边,俨然一对小情侣,不过当时这个亮中的两人有点八竿子打不着,网友也没有放心上,刷妹子有了男友还去找彬彬,想给张衡连播一手,一直很安静,不过歌词叫改改,明明是五个人的电影,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, 其实胡言斌那边似乎也有新翻,有网友扒出,胡言斌一次可吐创的王莫涵好了,不过王莫涵方立马发声音否认了,但网友的证据还真的是有鼻子有眼啊,大家去搜王莫涵,胡言斌,这本就能搜到光解决的,小妮真的好美啊, 这剧情,真是扑朔迷离,希望国内编剧们都参考借鉴一下,一姐换新logo喽,各位闺蜜认准正把未经许可,先决撰载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,未经收全部的撰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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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